台北市士林區擁有百年歷史的古蹟慈賢宮 遭到一名外籍男子破壞 他帶著松香水清潔劑塗抹廟門 插出了白色的痕跡 而警方破爆到場歹人 先放公稱是喝醉了 覺得廟門太髒才會鬥手清潔 而他破壞古蹟的行為 最終將面臨五年有期徒刑 和五十萬到兩千萬元的高額罰金 三更半夜一名外籍男子跑到士林慈賢宮前 拿著松香水和油脂溶解剂涂抹廟門 居然把門上画像擦出白色痕跡 募集民眾發現後立刻報警處理 慈賢宮又稱為士林媽祖廟 超過百年歷史 被內政部定為國家三級古蹟 這名西班牙籍嫌犯 自稱在宜蘭教書 曾經幫宮廟修補烏顏彩繪 這回深夜獨自喝醉酒 經過宮廟嫌廟門太髒 才動手幫忙清潔 該名外籍人是西班牙籍 59年次 平日的職業是一名美術藝術家 日前亦有配合過他縣市的舊廟宇執行修補烏顏 彩繪等工作 無端毀損古蹟 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 最重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繳交五十到兩千萬元的罰金 廟方已經請古蹟修復師前來處理 預估維修費上百萬 老外酒醉鬧事 最終也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游翔廷台北採訪報導 台北市觀光傳播局 為了配合台北探索館 2023台北玻璃市特展 特別和富幼警察隊合作 舉辦小玻璃市闖關體驗活動 希望透過闖關 寓教於樂 讓大小朋友認識警察工作 也藉此培養正確的法治觀念 小朋友們穿上小小的警察制服 戴上安全帽 跟著工作人員的指示 座上貼有台北市警察局貼紙的 重型機車 按照地面上的路線前進 每個人都像是小警察一樣 在路上巡邏 相當的吸睛 我剛穿警察的制服 也有騎機車 妳覺得感覺怎麼樣 感覺還滿有趣的 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會去找警察手術阿姨 這個活動就是 他可以透過一些闖關的方式 然後小朋友就是可以 再從中學習到很多知識 為了讓學童認識自我保護 交通安全以及反詐騙的觀念 台北市官傳局特別與富幼警察隊合作 舉辦小玻璃市闖關體驗活動 讓孩子們體驗守護台北城市安全的 警察日常工作 台北市的民眾知道 同警察同仁的辛勞 還有各類不同警察的工作分工 可能小朋友從小沒有正確的法制觀念 他可能會說國小國中高中 可能會認識到不好的朋友 還是說法律觀念薄弱 導致於說自己已經犯法了都不知道 目前正在台北探索館進行的 台北玻璃市特展以趣味互動裝置 模擬洗岸現場體驗 使用拼圖組合出台北警察的擺邊樣貌 以及配備 讓大人小孩都能夠生理其境 遇教遇樂拉近與人民保母的距離 九層花廠報導 今年大學分發入學放榜 人力銀行發布自願選田與職場學以致用調查 有近七成二的上班族 自認目前的工作學非所用 包含了文史哲、管理以及藝術領域 學非所用的狀況最嚴重 進一步分析更發現 自認為學以致用的勞工 平均月薪可以達到46,325元 高於學非所用族群 35,915元 差距將近三成 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大學 第二屆分科測驗放榜 人資專家最新調查發現 高達67%的上班族 當年在選田大學志願是選系不選校 另外對比出社會後的薪資 選系不選校者的月薪 比起選校不選系的人 足足多了2成5 但還是有近6成民眾 對於當年的決定感到後悔 當年考上自認市的熱門科系呢 或許在大學念了4年或研究所念了2年之後呢 整個產業結構其實是改變 當年熱門科系其實在 這個畢業退伍出社會以後 或許不在這麼熱門情況下 也許這個職缺數就沒有當年 這個想像得到那麼多 如果時間能重來 統計也顯示有高達6成5的勞工 會想重填大學志願 有7成2估計大約656萬人認為 學歷對現在的工作學費所用 64%的受訪者職場成就感不高 我真的自認自己嚴重學費所用的話 可能就是整個這個職癌規劃 要有一種所謂跳出舒適圈 那另外就是這個要重新開始學習 新的這個職場技能 考取相關的一個證照 來力拼職癌的這個逆轉勝 即使文組畢業生比起理工組 發生學用落差大的機率較高 仍有超過9成的人認為 目前職場上存在學歷貶值 但不論正面或是負面影響 學歷平均只會影響職牙3.2年 大約過了30歲以後 現前累積的工作表現 將成為能否成功升遷 調心與跳槽的重要依據 記者顧參詠 台北採訪莫島 為了推廣台南俯成美食及特色伴手禮 台南市長黃偉哲親自領軍 和金發局北上舉辦展授會 精選50家台南在地特色美食 手工甜點以及文創好禮 從其日起到8月29號 在台北中校收購公開展授 桌上擺滿各式特色美食及伴手禮 有經典的碗粿 粽子 還有包子等排隊商品 這些全都是台南精選伴手禮 現在不用特地跑到台南 在台北中校收購百貨的展授會 通通都買得到 台南文化底蘊的迷人 台南文創的這樣子的一個 每一年的年年的驚喜 都讓我流連忘返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 跟台南市政府合作 不僅是消費者之福 那也可以連接我們台南的 好的物產跟美食 跟我們台北市的這個 這樣子一個通路 更重要的是把台南市跟遠東搜狗 我們這一份愛鄉土 良善土地的這一份的心意 一起攜手傳達給大家 台南市長黃偉哲 與義大利拉糖冠軍強尼 一起體驗首作《巧克力龍鬚糖》 不但象徵台南美食新舊融合的精神 也為展示會增添不少樂趣 黃偉哲表示 台南是個充滿文化和創意的城市 藉由行銷活動的舉辦 希望把台南豐富的文化體運 推廣出去 我相信美食人的愛吃 但是怎麼樣克制 怎麼樣 而且我們最近這幾年 基於養生健康的概念 也推出很多低卡 低熱量的台南美食 都歡迎您來品嘗看看 從即時起到8月29日的 享樂台南輔城精選展授會 內容涵蓋美食 手工甜點 文創好物 集辦手禮商品 相當多元豐富 展授會期間 台南市政府與搜狗中校館 也規劃消費買額送 以及文化體驗相關活動 期望帶動北部民眾 品嘗台南美食盛宴 感受俯成的文化魅力 記者陳明倫 採訪報導 下個月就是中秋節 今年唐市政基金會 用唐寶寶繪畫作品 設計與星球共舞為主題 推出了多款的 中秋經典限量禮盒 還有七種口味可以任選 兼具美味和造型 不管是送禮或是自用 都相當適合 而藝人謝忻穎也響應認購 大家好我是季家 唐寶寶化身星球人物 為自家產品代言 今年中秋禮盒 外型特別尋用唐市政畫家作品 呈現浩瀚宇宙 禮盒一共有七種口味 除了有廣式月餅 應景的柚子茶 還有唐寶寶手作雪球餅乾 美味和造型兼具 藝人謝忻穎也響應認購 我很常會分享給我身邊的朋友跟家人 你知道每一個人都贊不絕口 然後到有時候像節日 或是像母親節 不是會認愛 認愛靈和嗎 就是我也會自己去定 因為我真的覺得 那麼好吃的東西 你應該要分享給所有的人 孩子其實那麼努力 而且他們那麼天真 可以在畫畫當中可以表現 而且可以跟中秋的星球 來做一個結合 目前唐市政基金會 在全台共有10處小型作業所 4家庇護商店 讓從特殊學校畢業後的 唐市政與心智障礙青年 能有繼續學習與工作的機會 而除了手工餅乾和手工造 明年還會推出限量款中秋禮盒 讓消費者無論送禮 自用都有更多選擇 讓孩子都能夠可以在這邊 學習工作 也適應未來怎麼樣進入職場 那他們也可以很努力的 來做一些糕餅 甚至做一些包裝 甚至可以跟我們一般人 來做互動 讓他們其實可以 未來可以更社會化 唐市政基金會也透過集結民眾 認購中秋禮盒 再由基金會將這份祝福 送給全台28所特教學校 以及各地需要被幫助的弱勢 身心障礙家庭 希望號召民眾以399元 認購中秋送愛禮盒 支持弱勢家庭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新聞最後一起來看 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動 也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再會 立即抵贈 unpleasant 橡貌 爺 熱 石 海 窺 є 遠 Fren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